你没看错啊 确实就叫狗窝饭店 我们去探个究竟 你好 除了狗肉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菜可以吃啊 环境这么好 盯上羊肉 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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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色新色的面 要提前盯 然后中午来几个人吃饭 烧个大鹤鱼 先让它来走 有些东西 你不像老母鸡汤 你不盯 他们家里面来吃的 我对他们家的店名字太好奇了 充满点神秘感 大家感觉这边杀气 蛮肿的 会不会还养着什么别的东西 这个是鱼汤 这房子好奇怪啊 房子结构真是有意思 鸡在这边 这个也叫养鸡 这个是什么 腰子 先吃个狗 下去 不是 哪有这么小的狗 这小狗 送咱们来二两 这几个月大 空子是核是吗 这房子质量还可以 红烧和鱼 红烧小公鸡 这哪个起的 这个电饼子 是 人家大公鸡 原来是木鸡 这条杂全部都是羊头的 后来口饼 然后挖了全部是房子 打算是房子 全部房子了 好 七八十条 七八十条 那又像 那烧菜怎么样 自己感觉 加上菜吧 简单点 到这个地方来 烧了条鸡 烧个鱼 炒个韭菜 两个人吃个饭 酒就不喝了 其实这种店开了二十年 你要对它的口味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 包括看了一下这食材 怎么说呢 它这个地方地处农村 开了二十多年 还是有历史遗留的存在 我们自己做到不吃就行了 对吧 鸡和鱼烧得这么少 我的饭菜这么比大家差 这个店在我设常家里面 至少五年 每次都是想来 想想就算了 就是特色底底农家菜 我觉得在这种办间 你烧个鸡 烧个鱼几秒 就能看出水平来了 凉菜烧得都不错 一看了 那也亲自烧 有像我一样 在这路过的 对这个店的名字好奇的 愿意打卡一下的 我觉得值得来大 比如想象的就好 鸡是六十块钱 鱼是五十二 一共一百三十块钱 其他特色菜 我就不给你们探了 你们自己来探索吧 我就是完全的 一个打卡的新人 你整理什么比较 我这个新年大 专门上来的 嗯 也许这样 嗯 拜拜 再见 哇哇哇 呦 你妈开了一招